南韩南新朴宝剑现年29岁 荧幕形象良好的他信奉基督教 却曾在2017年卷入邪教争议 朴宝剑当年曾在官方推特上传一张 耶稣中心教会的活动宣传照 引发了争议 据了解 该教会因曾声称牧师能驱魔治病 在1991年被大韩耶稣教会长老会列为异端 而朴宝剑本人甚至曾与该教会的争议人物 李初树牧师同台 不过朴宝剑本人当时对于争议则表示 对于自己的教会被当作一端看待感到遗憾 如果真是一端我早就离开了 在当时饱受外界批评 而近日有网友晒出在教会巧遇他的照片 透露他换教会的消息 在韩网引起热烈讨论 网友纷纷祝福表示 他只有这个瑕疵现在完美了 朴宝剑此前曾卷入邪教争议 有南韩网友在因此上传 与西兵库大地教会巧遇朴宝剑的认证照 表示总之欢迎来到我们教会 既然登记了 希望能长长久久的走下去 由于日前Jason成员Sane曾上传 朴宝剑一起去当志工的照片 加上Sane也是基督教信徒 因此有不少粉丝猜测 是Sane带他离开先前争议的教会 网友晒出巧遇朴宝剑的照片 消息曝光后 网友纷纷祝福表示恭喜他 所以是Sane救他出来的吗 他只有这个瑕疵 现在完美了 这是他唯一的缺点 希望消息是真的 人气男神朴宝剑 今年4月结束军队生活 刚刚回归演艺圈 再加上这一消息 可以说真的没有缺点了 国民女婿朴宝剑 虽然今年已经29岁 但她身上依旧少年感十足 是个阳光温暖的大男孩 而且她的个性善良 如今更是成为演艺圈中公认的 临富兵男神 朴宝剑面对大众时 经常展现出乐观的一面 但超级正能量的她 也有段时间 让粉丝心痛的成长经历 1993年出生的朴宝剑 18岁时 凭借出演电影《盲政》出道 2015年在电视剧《请回答1988》里 饰演男主角崔泽 而火遍亚洲 这部剧豆瓣评分高达9.7分 是被76万中国观众认可的神剧 而这也是许多人 认识朴宝剑的第一部作品 剧中 她除了双门五人帮 单纯深刻的青梅竹马情仪 她和德善 正患之间的三角恋问题 也是一大看点 在剧中 朴宝剑是演英致帅气 又温柔细腻的围棋天才崔泽 一度成为万千少女 心目中的白月光 而通过这个角色 更多的观众愿意去了解围棋 2016年 朴宝剑和国民妹妹金玉珍 搭档演出古装剧《云化的月光》 全是皇帝 与男扮女装的小太监 从主从关系 慢慢发展成为恋人的故事 两人在剧中 可搞笑可生气的演技 备受好评 也在第53届白小艺术大厂上 分别获得男演员女演员人气赏 在台上致辞时 感性落下男儿泪 台下的至亲师兄 宋中基也跟着哭成一团 并且创下了 KBS月火剧收视率的新高 成为2016年 韩国盖洛普调查 最闪耀的电视剧演员 Top1 以及首位登上 福布斯韩国名人榜的演员 当时的朴宝剑出道 仅仅5年就获得如此殊荣 足以证明他的优秀 2018年 他与宋慧桥合作主演 爱情剧男朋友 凭借金正的演技 展现了文艺青年金正赫 从青葡萄般的年轻人 到成熟男性的蜕变过程 这大概也是 朴宝剑成长经历的写照 两位演员配合默契 CP感十足 这部剧播出时也很火爆 但在宋慧桥和宋中基 离婚时 朴宝剑和宋慧桥 莫名其妙的传出了绯闻 宋慧桥每拍摄一部电视剧 就会有一次恋情的开展 绯闻也好真实恋爱也罢 反正是极大的满足了 一众网友的好奇心 看着他们在剧中 默契配合甜蜜度十足 剧外平民互动 笑容灿烂的样子 很难不被网友揣测 是不是朴宝剑 插足了宋慧桥的婚姻 再加上他们又一次被网友 拍到朴宝剑 以似与宋慧桥同处一夜 虽然朴宝剑的经纪公司 很快出来辟谣 但网友似乎并不买账 说起来 朴宝剑和松仲基的关系 他们同处于一个娱乐公司 是真正的同事加好朋友 朴宝剑还担任了松仲基的伴郎 见证了好朋友最幸福的时刻 然而成也好友 伴也好友 在双宋世纪离婚后 韩网上开始蔓延村慧桥出轨 朴宝剑的消息 加上好友这一层的身份 反而让事情更加的严重 直到这一消息后 朴宝剑非常生气 对于双宋离婚牵扯到自己的名字 感到非常不快 于是立刻通过经纪公司发声辟谣 态度强硬 要用法律手段维护声誉 在这场风波中反转又反转 当然甚至不怕影子鞋 朴宝剑没有受到很大的影响 反而更专注于事业的发展 直到2020年 朴宝剑以艺术兵的身份入伍 所以服役期间 还有不少公开亮相的机会 他存获比较多 主演的电视剧青春记录和电影徐福 都是在他入伍之后上映的 可以说他是韩国少数 能在服役期间登上热搜的明星 热度稳定的朴宝剑 基本上不会出现断囊的情况 但其实朴宝剑一路走来 并非一帆丰盛 他的人生经历比戏剧还要坎坷 堪称现实中的美强惨 戏外的朴宝剑和崔子的共同点 就是母亲早逝 在他小学四年级时 母亲就去世 没能趁母亲在世的时候 照一张全家福 成了朴宝剑一生的遗憾 比崔子更不幸的是 他的父亲也不是很靠谱 为了做生意 借了三亿韩元的高利贷 这让年仅15岁的朴宝剑成为连带保证人 后来父亲的公司倒闭 没有能力还金贷款 2014年时 原本三亿韩元的贷款 已经管到了八亿韩元 朴宝剑迫不得已只能申请破产 上大学后就早早工作 肩负起替付还债的重任 即使生活如此苦涩 朴宝剑也不改乐观坚强的本戏 一直用治愈的笑容面白的生活 对替付还债一事 他毫无怨言 挣到钱后还为父亲买车 与他在青春纪律中 饰演的男主角史慧俊 有几分相似 都是因为家境 所以提早工作 都是积极上进 有孝顺的正能量人物 他坚持低调 简单的生活方式 一边工作 一边读大学时 为了省汽油钱 经常搭乘公共交通工具出门 直到现在 还是时常会有眼睛的男行群众 在地铁上捕获野生漂泡剑 漂泡剑出道十年 事业大哄大季 仍能不忘初心 朴实无华 在只随精明的娱乐圈中 可谓是一股清流 许多圈的明星 都对漂泡剑其余好评 正直善良 温柔 细腻 谦虚 礼貌 心怀 感恩 有潜力 有魅力 他就像天使一样 及世间 美好于一身 漂泡剑天资聪颖 学习能力很强 擅长钢琴 游泳 唱歌 主持 表演 以专业第一的成绩 毕业于明治大学 电影音乐剧专业 他的日常生活非常自律 没有不良嗜好 远离抽烟喝酒 也从未去过夜店 他缓解压力的方式 是弹钢琴 和跟家人聚餐 坚持每天写日记 进行自我反省 入屋以后 也不忘自我提升 钻研理发技术 难怪粉丝们 都夸赞漂泡剑全能S 一直以来 不论遇到什么困难 漂泡剑永远以 亲切温暖的笑容 面对一切 每个人都有一块 浸透泪水的面包 在现实生活中 遇到困难的时候 比起沮丧 忧郁 我更喜欢一笑之之 从请回答1988 云化的月光 到最近的永生战 青春记录 漂泡剑一直以来 都不断努力 带给粉丝 无数部经典作品 除了他可爱 腼腆的暖男笑容 和日益精湛的演技之外 善良 谦虚 诚恳 也是让他美谈不断的原因 正向的生活态度 让他长保 乐观积极 越努力 越优秀 越优秀 越信誉 这样及颜值 天赋 自律 人品 与医生的明星 简直是人间宝藏 转眼间 为期20个月的均匀生活 就要接近尾声了 期待漂泡剑 在春暖花开之时 闪亮回归 继续为网友们 献上优秀的作品 漂泡剑未来可期